三二一 開燈 台灣燈會武漢晚間正式點燈照亮台北市區 主燈玉兔壯彩就在國父紀念館 由藝術家李明道設計 以台灣護國神山晶圓產業為發展 玉兔臉部也透過科技捕捉奧運國手郭信淳的臉部動作 讓玉兔表情更為神動 我們也把燈市與台北市的街道巷弄結合 形成整座城市宛如光朗 在元宵佳節我們讓全台北亮了起來 睽違二十三年台灣燈會重返台北 燈會四大展區延伸到台北大街小巷 甚至與店家共同合作 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也各自有燈展 而台灣國門放寬檢疫庫的第一場國際大型活動開跑 也象徵台灣再度向外國旅客展開雙臂 二零二三台灣燈會在台北 回到最初的起點也代表了一個嶄新的開始 台灣已經做好準備 歡迎全世界的旅客來到台灣 疫後生活轉捩點準備迎接各國旅客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在燈會宣布 未來推動國內觀光產業 將邀請國外重要旅行社來台彩點 也補助觀光運輸產業 期盼就像燈會照亮城市每個角落 力拼易扣經濟復蘇 遊戲新聞RX許家榮台北市採訪報導